而高雄百貨業者獨家引進日本名古屋知名品牌拉麵 才剛開幕呢 有消費者前往常鮮點了招牌的主打商品 其中的豬肉叉燒卻生得讓他質疑 難不成這肉是生的嗎 業者解釋這是為了保持肉的軟嫩 所以採用低溫熟成的方式來處理 加入拉麵前還會再炙燒 對有消費者不能夠接受 他們未來也會增加全熟肉的選擇 網友慕名到高雄新開的日本拉麵店用餐 點了招牌的二層泡雞百湯特製拉麵 沒想到一夾起豬肉叉燒 卻覺得豬肉像是生的一樣 好奇發文說 想知道這個豬肉這麼生是雞紅蛋白嗎 我是覺得就是看起來蠻生的 不知道是店家是不是 原本就願意這樣做 還是是他們失誤這樣 吃起來口感是好的 味道也是沒有問題 打成泡狀的濃稠泡沫雞湯 加在圓白雞湯上面形成雙層湯 讓湯頭香濃可口 使用北海道產小麥製作的麵條 吃起來Q彈帶勁 這間高雄獨家從日本名古屋 引進的拉麵品牌 不少人第一次嘗鮮 卻對特製拉麵裡的豬肉叉燒 充滿疑問 你會覺得這個肉很生嗎 因為它是酥粉你就不會覺得它是生的 所以你會敢吃就對了 因為它是酥粉 顏色本來就是這種顏色 在日本的店家它都會級別什麼東西 因為它很生死 不可生死它都會排得很好 他們就是有認證 所以他們進的是什麼地方的豬肉 業者解釋 叉燒使用的都是豬的肩膀肉 其實是經過低溫熟成處理 讓肉質比較軟嫩 而且放入拉麵前還會先炙燒過 針對有部分消費者會擔心肉質問題 業者表示未來會在菜單上標註 會有工作人員口頭提醒 並提供熟成或是全熟兩種選擇 減少消費者疑慮 記者柯鳳穎黃耀明高雄報導